三次的話呢 基本上就有點困難度了 為什麼 因為你會發現 假如說我們按照剛剛的邏輯 都猜那個最中間的 有沒有 太低了 高一點 有沒有 16 太高了 所以11到15 11 12 13 14 15 五個數字 五個數字 那就猜中間一點吧 再來最後一個數字 所以你會發現五分之一 不會很高 所以這邊的話猜13好了 會不會就中了呢 答錯了 12才對 有沒有 所以其實猜三次要中 還真的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對不對 所以也許你可以改 只能猜四次好了 OK 那就回圈再改一下就好了 所以大致上是這樣 當然有同學說 可是我覺得這個用for回圈 其實所以 本來是畫有衣帽號 改成有範圍 然後呢 比較體貼的多增加一個邏輯敘述 那有同學說 老師 可是我還是想看看 就是你剛剛講的那個 如果不用for回圈 比如把for回圈改回來 這邊Ctrl1好了 把它註解起來 然後恢復成畫有衣帽號 那如果我假如說呢 我不用不把它改成for回圈 自己當然這個也是一樣 這邊要把它改 這兩行也是剛剛加的 把它剛剛加的把它改回來就對了 好 那我要怎麼樣呢 讓這個畫回圈 具備有計算他猜的次數的能力 有沒有 如果他畫一冒號就是一直跑嘛 那跑到對為止 可是呢我不希望 我希望他能夠幫我加1 那怎麼樣在畫回圈裡面 加一個計數的一個變數啦 其實都很簡單嘛 第一個 請你在畫回圈上面呢 多增加一個變數名稱叫C好了 這個名稱可以自己取啦 我習慣用C 或者叫Count C等於0 因為他第一初始是沒有猜嘛 那什麼時候要加1 就是當他全部跑完有沒有 在break的下面這一行 把它怎麼樣 C等於C加1就可以了 什麼意思呢 就是當他預設沒有 你就沒有猜嘛 等他跑完了喔 C等於C加1啊 就怎麼樣 你猜一次了 所以C等於多少 等於1嘛 那如果猜第二次的話呢 那1加1變2了 有沒有把它存回去 變2了 第二次了 好 那再來就第三次了 可是呢 如果當他猜了三次了 那不能再猜了 那怎麼樣讓他停下來 很簡單嘛 就是增加一個break 那什麼時候給他break 就是呢 當這個 所以喔 C等於C加1下面多一個邏輯判斷 什麼判斷呢 如果 C裡面的10 假如怎麼樣呢 應該理論上是等於3啦 不過一般習慣會寫成什麼 大於等於3 因為大於有可能 因為寫等於3 感覺好像就只能是3 那如果是4 不過理論上應該也不會跳到4啦 因為我們這些底下會有個break 可是習慣還是寫大於等於3啦 OK 如果大於等於3的話 那我就怎麼樣呢 讓他break 讓他怎麼樣 跟他講說 print 所以print我拿上面這個好了 上面這個 剛剛寫的答錯囉 只能夠猜三次 答案為 把答案順便跟他講 所以其實是拿上面這個敘述 直接搬到這邊來 那最關鍵的地方 必須要加一個什麼 因為不能再拆了 停止了 brake 所以記得喔 關鍵的地方來了 請你把這個brake 複製一個 放到下面 在這個情況下 要什麼 煞車 停下來了 不能再往前了 這樣的話呢 也是一樣 只能拆3次 不過 看起來好像 如果比那個 程式的行數來看的話 好像這個會 程式比較多一點點 但是以 怎麼講 寫的那個邏輯 好像這個應該會 比較好懂吧 會不會 我不知道啦 反正兩個程式 我都有把它放 云端白板上面 給各位參考 所以特別注意喔 理論上 我們畫一冒號 就是無窮迴圈 沒有限制 有點像吃到飽的概念 好啦 隨便用 那如果說你要限制的話 有沒有 就加一個什麼 技術器 預設值等於0 然後每一次就加1 加1 有沒有 就像說你們手記一樣 如果你吃到飽 那就畫一冒號 就沒有break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是 不是吃到飽的 你可能有流量限制 比如說你力區 那它怎麼做 反正每一次都跟你計算 你的流量 那你每個月的初 就是等於0 那你沒使用 它就幫你加1 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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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類似像這樣 當你那個流量超過的話 它就怎麼樣 欸 超過的話就是 如果大於等於3的話 那就是跟它講說 啊 你只能猜3次 那break 掉 OK 大概就這樣子 那run一下看結果 OK 所以我來猜一下 10 太低了 16 太高了 最後是一樣 13 太高了 答案為11 有沒有 所以其實 現在要塞3次也對 但是還要靠運氣 OK 好 所以呢 理論上 兩個 剛剛兩個程式 執行的結果 會一模一樣 但是 寫的方向 不太一樣 至於哪一種比較OK 還是請各位 自己去斟酌啦 因為每個人的腦袋結構 都不一樣 你最好是選一個 你自己比較習慣的寫法 那就是好寫法 那就是好寫法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把剛剛的那個 就是 4回圈的部分 也許啦 假設同學說 老師我一定要用 5回圈的話 那如何 不改為4回圈的前提下 那我要怎麼樣讓那個 快回圈 具備有那個計算次數的能力 基本上的話 加一個c 然後c等於c加1 底下做一個邏輯判斷 當這個出現的數字 如果符合那個邏輯敘述的話 那就跟他講說 你已經猜了幾次了 你不能再猜了 那最後記得一定要break 因為畫有回圈的話 他要跳離的關鍵字就是break OK 所以其實這個畫有回圈 你可以想像成類似那個油門 那break就是煞車 那這個跟電動車概念也是一樣 所以你看電動車到底為什麼 他會跑 他會停車 就是因為他有影像辨識 有沒有 然後辨識說有什麼東西障礙物出現的時候 要踩煞車 所以像那個特斯拉也是一樣 像現在的那個新的車子有ACC 也是一樣做影像辨識 但是有的時候沒有那麼精準 為什麼 因為還是會判斷失敗 OK 所以像之前那個特斯拉也撞車 為什麼 因為他辨識不出那個前面的車子 因為是翻車禍 然後車禍之後他翻倒的那個角度 剛好不像一台車子 所以不像一台車子 他就不知道說那一台車子就把它撞上去 OK 所以其實當然這個 其實敘述邏輯跟我們現在寫的也蠻接近的 大分就是這樣的一個敘述方法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剛剛的那個只能拆三次部分 如果改成在畫圍圈裡面加一個變數 試試看 就是這樣說的